修佛好不好 好 佛的法门很多 都想修 画也喜欢 画画也喜欢 三论喜欢 发像也喜欢 样样都喜欢 喜欢是什么 要知道吧 严重的分别之中 它是障碍啊 这东西要把它放下 你一眼要把它看破 假的 不是真的 阿赖耶稣变现的 阿赖耶就是虚无缥缈 就是相思相续 没错 它的体 是自行限量 可是它的想 它的作用 是相思相续 幻想 科学也讲到这问题 佛说阿赖耶的三系像 第一个是夜相 夜相软 一念不久 这叫无名 没了 一念没了以后怎么样呢 一念没了 就回不了头了 那叫七心动念 那叫七心动念 从七心动念里面 起分别 从分别里头起知诸 愈心愈神 又不得真 这是米的思识愈象 那证的思识愈象 要知道 一念不诀是假的 不是真的 分别执着 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 那事出世间法 无不如实 所以负在书 法上因是 何况非法 真正的佛法是什么 就是 教你六根在六成境界当中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这就是佛法 这就称佛了 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菩萨 有了分别了 就变成三天菩萨 是法界里面的菩萨 有了执着了 就是六道轮回 众生了 就这么一回死心 这几句话 把佛法都讲尽了 佛法不过如此而已 中国义经人讲的没错 越是大道 越简单 越容易 颜见四 练 练什么 不起心 不同意 这就是修行 修什么心 一成 一佛成 如果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修大臣 还有分别 没有之处 修小臣 这如实而言 学佛同学 不能不知道 那末后一句说念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德 因念念暗和设想 设想什么 设想没有想 你看 宁念佛 心里头 只有这句佛号 没有妄想 没有扎念 没有气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这就跟设想 暗和 设想是什么 设想是旧 大致大悟 对于整个宇宙 事发佛法 完全明白了 真相 你看到了 真正练功夫 这一句佛号会念 我眼睛四 看到外面这 心里动了 赶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通通归到阿弥陀佛去 不准分别 不准执着 不让他起心动念 就是这一句佛号 这个念佛功夫 这会念 功夫得力 功夫得力 实相就写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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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